这珍贵的台湾黑熊再次被发现现踪 这只台湾黑熊的不目击到的是在 嘉义县的男子仙溪柳玉来觅食 驾售在嘉义台南山区间的自动监测相机 同时也拍到两只小熊跟随着母亲 一家三口仙踪的珍贵画面 这只台湾黑熊在男子仙溪旁的石块间猎捕 正在大块朵頤 哎呦好可爱哦 阿里山工作站人员去年进行保育调查 幸运的目击黑熊觅食 架设的自动相机也拍到黑熊一家三口 两只小熊在深夜跟着熊妈妈出现在山林间 这是自动相机首次拍到的珍贵画面 同时照相机里面看到发行的台湾黑熊 另外我们也看到两只小熊跟着母熊在后面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目前的这个黑熊 族群的一个还原的一个状况 水露躺在泥浪中滚动洗泥巴浴 黄猴雕聚集在水池边饮水 还有近距离拍摄羽毛颜色艳丽的蓝富贤 特别的是捕捉到黑枕蓝翁 震翅飞翔 这些影像记录都有助于评估动物族群趋势 是拟定保育策略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数 在嘉义台南山区架设的自动相机 这几年监测记录了野生动物在山林间活动繁衍 见证长期保育的成果 记者张俊荣嘉义报道